很快 楚软软的身上就多了一块牌子 非正常案件调查组顾问 楚软软 葛寒林拿着楚软软的证件仔细端向着 嘖嘖嘖 我家软软就是漂亮 连这种证件照都能拍得这么好看 楚软软不禁好笑道 你第一天知道我漂亮啊 葛寒林嫌弃地看着楚软软 你还真不客气 咱俩谁跟谁啊 需要客气吗 楚软软搂着葛寒林笑道 葛寒林笑了笑 说正是哦 这摇狐厉害不厉害 五百年道行 在金怪里面 怎么说也算是个老大哥了 而且蓝银湖擅长迷惑 要是盯着他的眼睛看上三秒 他让你把自己一劫一劫剁了 楚软软说道 葛寒林顿时打了个哆嗦 太残忍了 楚软软将着吃给他的照片 一一摆在桌子上仔细端向着 上面分别是四个死者生前的照片 田宇元 你能不能 把这几个人丢失的五官全都放到一张脸上 楚软软问道 这个简单 田宇元连忙把自己的电脑打开 把几个人的照片传送上去 利用修图技术将这五官拼凑在一起 随着脸慢慢成形 三人越看越觉得不对劲 奇怪 怎么越拼越像葛寒林了呀 田宇元连忙看向葛寒林 仔细对比了一下 这五官单看没发现多像葛寒林 但拼在一起和葛寒林竟有八九成相似啊 葛寒林看着那张照片 除了发型和耳朵有区别 这样子确实跟他很像啊 这妖狐该不会暗恋我吧 葛寒林开玩笑时的说了一嘴 楚软软和田宇元立马看向他 葛寒林背后发凉 我就随口一说 应该 应该不会是真的吧 小桃子 这个可能性很大 楚软软严肃道 葛寒林猛地打了个寒战 鸡皮疙瘩掉了一地 你可别这样 我胆小 竞不起你这样想 看着那张跟葛寒林 重合度极高的脸 楚软软愈发觉得自己之前的感觉 是对的 那个妖狐取前几个人的五官时 都是让他们无痛苦地死去 唯独对孙芳采用了这么残忍的死法 可见这妖狐对孙芳有多痛恨 这一切就都解释得通了 而且在吊灯砸下来的时候 楚软软感觉到的那股神秘力量 应该也是想保护葛寒林 蓝银狐当时一定就躲在舞蹈室里面 葛寒林被楚软软严肃的脸色弄得心里发慌 软软 要是蓝银狐真的看上我了 会不会把我抓回去 给他生小狐狸啊 我可不想有个狐狸老公啊 楚软软扑斥一笑 那只妖狐要真想逼迫你 你觉得你现在还能好好地站在这吗 这么说他不会伤害我了 葛寒林忙问道 这可说不定 我们也不知道他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当务之急是要找到这只臭狐狸 免得他再去害人 楚软软叹道 眼尖 鼻子 嘴巴 脸都有了 现在就差耳朵了 和你这对耳朵相像的人还真不好找啊 楚软软把葛寒林的耳朵揪过来仔细端向着 葛寒林疼得呲牙咧嘴 软软 你可轻点 要给你揪掉了 楚软软拍了葛寒林的耳朵发给卓池 并把他们的想法告诉了他 但是要排除市里面和葛寒林耳朵想象的人难度太大 所以他们只能从葛寒林身边入手 自从进入青春期后 葛寒林的追求者也不少 但大多都很正常 没有什么精怪的气息 这天 楚软软来到舞蹈室 孙芳要砸死葛寒林的那天 那只蓝银湖肯定在这儿 说不定就是舞蹈生中的一个呢 葛寒林像往常一样上着舞蹈课 楚软软就在旁边盯着葛寒林盯了一天 除了几个跑来献殷勤的男生 葛寒林身边几乎没有别的人出现了 下了课 葛寒林跑到楚软软身边坐下道 发现什么了没 楚软软摇摇头 什么都没发现 葛寒林叹了口气 慢慢来 能被我吸引的狐狸肯定很厉害 没那么容易找 楚软软 葛大小姐 你还真是自恋啊 跟你学的 葛寒林笑道 行了 我继续练去了 你慢慢看啊 说吧 葛寒林就又跑回去了 楚软软看着看着眼皮子就发沉 打来个哈欠后就靠在椅子上睡过去了 他忙跑过去给他盖上自己的衣服 你对楚软软还真好啊 乔修远笑道 软软对我有救命之恩 又是我和我一起长大的妹妹 我当然得对她好了 葛寒林笑道 乔修远眸光微闪 她有你这么好的姐姐 一定很幸福吧 葛寒林颇为得意的挑眉 那是当然了 赶紧练习吧 乔修远不再多言 目光也从楚软软身上离开了 第二天中午 楚软软在吃饭的时候 又接到了啄池的电话 丢了耳朵的死者出现了 楚软软的脸色一下子凝重起来 软软 怎么了 宁轩问道 又有人死了 我得去看看 楚软软连忙要走 宁轩也丢了碗筷追上去 楚软软是和宁轩一起在公司吃的 韩李雪和宁有为在隔壁办公室 并不知道两人已经离开了 哥 你说这只狐狸到底藏到哪去了呢 楚软软颇为头疼道 楚软软刚遇到这件事的时候 就把情况告诉了宁软 宁软也没有阻止楚软软查案 反而时常帮她分析 那只狐狸的目标是小桃子 但为了掩饰她的目的 她不一定会表现出来 你在小桃子的追求者身上找不到线索 那不如想想 有什么人和小桃子 接触最多并且最不起眼的呢 宁轩说道 接触最多还不起眼 楚软软皱着没仔细想了想 小桃子身边除了我和田语言 几乎没有别的人了 她平时除了去跳舞 就是和我一起吃饭 和她接触最多的 楚软软忽然顿住了 她想到了一个人 乔秀远 对 乔秀远 她怎么早没想到呢 楚软软连忙打电话给葛寒凌 可是电话响了很久 也没人见 楚软软又连忙打电话给田语言 喂 软软 怎么了 田语言问道 小桃子呢 她在你身边吗 楚软软焦急道 我刚把她送回舞蹈室 怎么了 田语言疑获道 你现在快回去 乔秀远有问题 楚软软急忙道 一听这话 田语言连忙撒腿往回跑 楚软软这边也加速去往学校 葛寒凌 葛寒凌 田语言冲到舞蹈室里面 却没见到葛寒凌的身影 她连忙抓住一个学生 葛寒凌呢 她 她好像去厕所了 女生结结巴巴地说道 田语言连忙冲向厕所 也不管里面有没有人 就冲了进去 葛寒凌 葛寒凌你在哪 田语言一个一个地推开厕所隔间 在推到最后一个隔间的时候 门推不动了 把手上显示在有人的那一面 葛寒凌 葛寒凌 田语言喊了好久都没回声 她急了 直接一脚踹开了门 结果门一开就看见 刚把裤子提上去的葛寒凌 那粉色的带兔子图案的 内裤一画过 两人就这样 大眼瞪小眼地愣住了 三秒钟过后 一声清脆的耳光声 从厕所里传出来 田语言 你这个大色狼 老娘歇死你 敖葛寒凌 你轻点打 老子没牙药掉了 等楚软软和宁轩赶到时 就看见被揍得鼻青脸肿的田语言 还有红着一张脸的葛寒凌 你们这是 怎么回事 楚软软正正地问道 葛寒凌狠狠地瞪了一眼田语言 你问他去 田语言怒视着楚软软道 都怪你 说什么乔修员有问题 我也想 葛寒凌可能会和孙芳一样 就冲进来找他 结果 在厕所喊了大半天 也没人应 于是我就踹门了 谁知道 门一踹开他就在里面 所以呢 你看见什么了 楚软软一副 猥琐的好奇宝宝样 田语言脑海中 划过那只粉色的兔子图案 耳朵又翻上了一抹飞红 我 我哪有看见什么 什么都没看见 真的 楚软软又问了一句 这次田语言还没答话 葛寒凌就恶狠狠地道 他要是看见了 老娘就把他眼睛挖了泡酒喝 姑奶奶 我可是为了你才不惜牺牲自己的名誉 闯进女厕所的 你还要挖我的眼睛 简直就是狗咬吕洞兵 不使好人心 你再说一句 葛寒凌恶狠狠地卷起袖子 田语言下意识地挡住脸 葛大小姐 当着软软和宁哥的面 手下留情好不好 葛寒凌这才放下手 软软 他刚说乔修远有问题 他怎么了 葛寒凌问道 楚软软和宁轩对视一眼道 我觉得 乔修远很有可能就是那只妖狐 怎么可能 乔修远做我的舞伴已经有一年了 你又天天来陪我上课 他要是妖狐怎么可能瞒得这么好 葛寒凌惊讶道 这就是我奇怪的地方 他的身上一点精怪的气息都没有 究竟是什么东西 把他的气息遮掩得如此干净 楚软软醋眉道 葛寒凌微微醋眉 现在还没到上课的时间 等他来了 软软你再仔细看看 楚软软眼神微闪 然后连忙从包里拿出一张符纸递给葛寒凌 这是阵妖符 把他放在胸口衣服里 如果他真是妖的话 一定会有反应 好 葛寒凌连忙把符纸揣揣好 很快 第一节课开始了 即便出了凶杀案 学生们的练习也未停止 葛寒凌他们这些舞蹈生 也只是换了个教室而已 葛寒凌见到 乔修远还算淡定 只是毕竟还怀疑他是只狐狸 身体总有些不自然 葛寒凌 你今天怎么了 状态 好像不是很好 乔修远关心道 没什么 葛寒凌干笑道 乔修远眸光微尘 是被孙方的事吓着了吗 葛寒凌眨了眨眼睛 故意低着头道 我这两天一直在想 到底是谁杀了孙方 还用那么残忍的手段 万一那个凶手继续杀人 我确实有点害怕 乔修远细长的狐狸眼中 闪烁着些许光芒 语气微柔开口道 放心吧 他永远不会伤害你 什么 葛寒凌疑惑地看着乔修远 没什么 我是说 你这么善良漂亮 谁会忍心伤害你啊 乔修远说道 可孙方又做错了什么呢 葛寒凌叹道 乔修远的语气 一下子冷了下来 他想害你 死有余辜 没必要可怜他 葛寒凌微微眯谋 你怎么知道 是孙方害我的 案件的情况 压根就没公布 乔修远这样笃定 看来软软怀疑得没错 乔修远眼底 闪过一丝慌乱 但随即就镇定下来笑道 我又不是傻子 出事的时候 所有人都在这里除了孙方 而且他的衣服 上面有被勾破的地方 不是他还能有谁 也是 不说他了 我们继续练习吧 快要高考了 我可不能拖你的后腿啊 葛寒凌笑道 下课后 葛寒凌就连忙跑出去 找到除染染他们 他没注意到的是 身后的乔修远 脸色漠然苍白了些许 一道蓝色火焰 自掌心划过 片刻后 他又渐渐恢复了正常 葛寒凌怀里的阵妖服 丝毫没有变化 甚至连一丝妖气都没有 除染软眉头微紧道 难道是 我们想错了 不 我觉得你想的是对的 葛寒凌说道 刚才我故意试探 乔修远 在提到孙方的时候 他明显很生气 而且他很笃定地说 凶手一定不会伤害我的 我觉得他就算不是那只妖狐 也肯定有问题 既然这样 就让舅舅查一下这个乔修远 他把那些人的五官都拿走了 肯定会有所动作的 楚软软说道 接下来几天 韩黎明都带着人盯着乔修远 乔修远是个孤儿 是靠自己的舞蹈实力 考上的试一中 平时的生活费 都是靠自己勤工俭学和奖学金 住在学校的宿舍里 跟普通的学生没什么两样 这天 丁梢的人看见 乔修远独自一人离开了学校 于是连忙追了上去 可就在结尾 乔修远的身影忽然消失了 钉梢的人转了好久 也没看见他 只能连忙打电话给韩黎明 知道队友把人跟丢了 韩黎明连忙打电话给楚软软 让他看好葛涵林 接到韩黎明电话时 楚软软刚进厕所 葛涵林也进了隔壁的隔间 小桃子 乔修远不见了 人竟然跟丢了 葛涵林惊呼道 为了你的安全 我们等会儿就直接回家吧 楚软软说道 好吧 葛涵林走出隔间 你快点啊 我出去等你 楚软软连忙喊道 你别走远了 知道了 我就在 话没说完 葛涵林的声音就消失了 楚软软闻声连忙跑出去 却只在厕所门口 看见了葛涵林掉落的手机 空气中似乎还弥漫着狐臭味 不好 楚软软低吱一声 随即连忙从怀里掏出符指 他早在葛涵林身上放了追踪符 感应过后 便立即跟着符指的指引追过去 狐妖跑得极快 没过多久楚软软就追出了市区 看着眼前的图米山 楚软软眉头紧锁 他的符指力量不够 只能指引大概的方位 图米山太大 靠他自己恐怕是不行了 于是楚软软立马打电话求支援 半个小时后 天彻底暗了下来 宁轩带着大黑赶到了这里 韩黎明和卓池 还有田语媛也到了 软软 怎么回事 韩黎明连忙问道 小桃子被妖狐抓走了 我根据追踪符追到这里 但符指力量不够 不能指引具体位置 现在只能靠大黑找了 楚软软从宁轩手里 将大黑牵过来 大黑不是普通的狗 他的体内有狼腰的血统 所以十年后的他 不但没有老去 反而愈发精神异议了 大黑 你闻闻看桃子姐姐在什么地方 楚软软将葛汗林的衣物 放在大黑鼻子前 给他闻了闻 没过多久大黑就往山里跑去 楚软软等人连忙追过去 白日的图米山 是一处极家的风景地 但到了晚上 就变得阴森恐怖 遍地的图米花 在月光下愈发妖野 楚软软的景象仿佛都变得模糊起来 软软快醒醒 千万别睡啊 魏之音的声音从玉谷笛中传来 楚软软顿时回神 在察觉到不对后 连忙咬破舌尖 剧痛让他的神智顿时清醒了过来 再看宁轩他们 神色迷离 瞳孔涣散 已经失去了神智 该死 楚软软立马从拿出符纸 手一抖 火焰腾起 符纸烧化成灰被塞进矿泉水中 将符水喷洒在他们脸上 哥 舅舅 卓叔叔 田语元 快醒醒 冰冷的水一上连 众人瞬间清醒过来 恢复神智的几人 除了宁轩外皆是面色苍白 你们没事吧 楚软软连忙问道 我 我刚刚好像做了个梦 我梦见我被一只花腰吞了 吓死我了 田语元说道 是狐妖的精神空间 通过这些涂密花 不知不觉让我们陷入梦境 我也差点中招了 楚软软醋没到 望 望 大黑从花丛中钻出来 咬着楚软软的衣服 仿佛是发现了什么 楚软软连忙跟过去 只见大黑在一个树洞边上 不停地徘徊 小桃子在这里 楚软软问道 望 大黑应了一声 楚软软扒开洞旁边的杂草 打开手电后 竟发现那里面别有洞天 看似只能容 一人通过的树洞下面 隐藏着由错综复杂的树根 盘踞起来的巨型通道 上面隐隐透着些许妖力 楚软软抚摸着树干 宁谋细看 响气猛的一拍树干 一个满头杂草的老头 被拍了出来 谢谢小安人 谢谢小安人 树妖老头连连拱手 你是被那只蓝鹰虎 绑在里面的 楚软软连忙问道 老朽在此也有百年了 好不容易修成半人 谁知竟被那妖狐困住 他还占了我的洞穴 他倒横身 我打不过他 要不是小安人相救 老朽恐怕要被他困死在这儿了 那妖狐在里面吗 刚刚是不是还有一个人类 被他抓进来 楚软软忙问道 没错没错 他刚抓了一个小姑娘过来 现在就藏在里面呢 树妖老头连忙道 楚软软回头看着其他人道 舅舅 卓叔叔 你们带着大黑留在这接应 哥 田语元 我们下去 不行 我们两个大人 怎么能让你们三个孩子进去呢 韩黎明连忙道 楚软软无奈 舅舅 我们不是孩子了 等我们出来吧 说吧 楚软软就拉着宁轩和田语元 钻进了树洞里 韩黎明还想要阻止钱 却被卓池拉住了 软软这样安排 肯定有他的道理 听他的吧 韩黎明文言 也只能在外等着了 楚软软三人猫着腰走了一会儿后 就来到了地下洞穴 树腰盘踞在此 洞穴也住得极大 有腰力的保护 这个地下树屋不仅结实 而且十分安全 忽然 一道蓝光亮起 湛蓝色的火焰照亮了整个树屋 楚软软也看清了眼前的景象 只见葛汉林躺在一个树藤 编织的床上 神态安详 只是他穿着的是 一身洁白的古装 葛汉林 田语言急忙跑过去 焦急地想要唤醒葛汉林 楚软软看着那个女子 忽然感觉有些不对劲 这张脸跟葛汉林虽然很像 但似乎有点奇怪 楚软软天天和葛汉林在一起 连他脸上毛孔有多大都清清楚楚 这个人虽然和葛汉林很像 但绝对不是他 田语言也发现了不对劲 连忙道 这不是葛汉林 楚软软连忙拉着宁萱和田语言后退 这时 一只巨大的银色狐狸跳了下来 他的背上躺着真正的葛汉林 臭狐狸 快放了个汉林 不然小爷就烧了你的窝 田语言怒道 蓝银湖轻盈落地 化作乔修远的模样 怀里抱着沉睡的葛汉林 放心吧 他没事 我只是想再看看他而已 乔修远看着葛汉林 眼神中满是浅犬之色 楚软软眸光冷然 蓝银湖 早知你会作恶 当初爷爷就不应该救你 乔修远文言微愣了一下 继而像是想到了什么一样笑道 原来是你 楚软软冷声道 乔修远露出一抹温柔的笑容 我会放了他的 不过不是现在 我想让他永远记住我 乔修远 你要做什么 楚软软急怒道 我不会伤他的 只是想请你们看个故事而已 说吧 乔修远手一挥 三人瞬间被迷雾笼罩 渐渐地 三人眼前的景象变了 一座古色古香的农家院中 女孩正端着洗衣盆 准备去河边换衣 看着女孩和葛汉林 一模一样的脸 三人眼中皆是惊讶之色 他是葛汉林 田语员惊讶道 乔修远忽然在他们身旁落下 这是葛汉林的前世 也是我和他遇见的时候 楚软软看着乔修远眼中的温柔 心中隐约有了猜测 这一世 他叫戴霜 跟着戴霜的脚步 楚软软他们来到一条河边 戴霜正在换衣 却忽然发现 河面上飘来一只全身雪白的狐狸 戴霜连忙用杆子将狐狸捞起来 发现狐狸还有心跳后 便连忙将他带回了家 那时我刚度过人节 却被几个捉妖师打伤 我顿水逃走 被戴霜所救 乔修远说道 戴霜将狐狸带回家细心照料后 总算把狐狸救活了 小狐狸 你可真漂亮 我从没见过 你这么漂亮的狐狸 戴霜抚摸着蓝银湖的头 笑得温柔 看着这一幕 乔修远眼中闪烁着眷恋 我为报救命之恩 便化作人身接近戴霜 在报恩的过程中 我爱上了他 我隐匿妖气 只为与他相守 可戴霜毕竟是人类 大线一道便撒手人寰 我以妖身与他相守一事 遭到了天道反噬 沉睡了几百年 等我再次醒来时 戴霜已经转世数回 再也不记得我了 说到此处 乔修远眼中 闪过一丝悲痛与无奈 两久后 他又轻叹了口气道 我不甘心 就这样 让戴霜忘记 我们的过去 于是便找到了戴霜的转世 想要再续前缘 可兜兜转转几番轮回 我也不过是戴霜的 仪式过客而已 戴霜已经不是我的妻子了 我因留恋红尘 再次被天道反噬 可我不想放弃 于是奔赴深山找寻 莱茵狐黄留下的本病之火 我以神火掩盖体内的妖气 便能在人界自由行走 这样也能避免 伤到戴霜 十三年前 我找到了神火 吸纳入体 却不堪重负 性命垂危时 你的爷爷救我一命 我僵养数年后才 总算可以完美掩盖 自己的妖气 之后我化作乔修远 来到事宜中 并且如愿找到了戴霜的转世 葛涵凌 乔修远看向旁边 还在沉睡的葛涵凌 不过她的眼神 是透过葛涵凌 在看另一个人 我看着葛涵凌 就像看着戴霜一样 我和她一起跳舞 做她的舞伴 默默地保护她 但是渐渐地 我发现 葛涵凌和戴霜 完全不一样 我的戴霜温婉可人 连说话都不会大声 而她却大大咧咧 活泼开朗 我想要记忆中的戴霜回来 可又不想伤害戴霜的转世 于是我想出了 另一个办法 那就是再造出 另一个戴霜 所以 你就弯曲那些 人和葛涵凌相像的人的 五官拼凑在一起 除软软冷声道 没错 我精心挑选了好多人 将他们 最像戴霜的部分弯出来 这样我就可以造出一个 一模一样的戴霜了 乔修远淡淡地说道 仿佛那些人的命 无足轻重 那你又为什么要绑架小桃子 除软软醋没到 有了身体 却无灵魂 我不想面对一个 不会说话 不会笑的戴霜 所以我需要她的灵魂 乔修远笑道 除软软的脸色 骤然冷了下来 你可知人没了灵魂 是会死的 你口口声声说爱戴霜 你就是这么对待她的转世的 别激动 我只是想给她换个身体而已 不会伤害她的 乔修远说道 除软软文言 都忍不住爆粗口了 放屁 戴霜是戴霜 葛寒凌是葛寒凌 他们根本不是一个人 臭狐狸 你要是敢伤害葛寒凌 老子就算打不过 你也要化成鬼缠着你 田语远怒道 乔修远将目光转向田语远 冷笑一声 你 喜欢她 田语远咬牙顿了片刻后 便怒道 对 老子就是喜欢她怎么了 戴霜是她的前世 本质上来说戴霜也是她 所以戴霜和葛寒凌 应该没什么区别吧 乔修远但笑道 当然有区别 葛寒凌 就是葛寒凌 管她前世是谁 老子只认她 田语远怒道 乔修远眸光一沉 周身的气息猛然变冷 一股无形的力量 紧紧掐住田语远的脖子 将她拎到乔修远面前 再说一句 我就杀了你 乔修远眼中满是浓烈的杀意 老子就是喜欢葛寒凌 葛寒凌不是带霜 有本事你就杀了我呀 田语远怒吼道 除染软剑刺 连忙抓住宁轩的手 轻轻一挥 一滴中止血被逼出 直逼乔修远而去 宁轩的质阳体质 对精怪有克制作用 这也是除染软 让宁轩一起进来的原因 质阳之血猛地落到 乔修远的手臂上 只听滋拉一声 乔修远的手臂被灼伤了 田语远也被放到地上 捂着脖子猛烈咳嗽着 看着田语远 乔修远身上的杀意 渐渐消失了 取而代之的 是欣慰又轻松的笑容 你这样我就放心了 你什么意思 田语远挣扎着起来问道 乔修远轻笑 你说得对 我爱的是戴霜 可戴霜已经回不来了 或许早在戴霜去世的时候 我就该死在天雷之下 说着 乔修远的身体 一点一点地化作流光 向葛寒凌而去 田语远见此正要跑过去 保护葛寒凌 却被楚软软拦住了 只见那道流光 漂浮在葛寒凌的身体上 一个白衣女孩的虚影 被抽离出来 刷儿 我来接你了 乔修远看着那道虚影 温柔的笑道 乔修远领着戴霜的虚影 将他牵引至甲的葛寒凌的身体中 紧接着 那道流光化作一只银白色的狐狸 和戴霜躺在了一起 楚软软这才明白 原来乔修远从来都不是要 葛寒凌的魂魄 而是在他体内 封存着的戴霜的魂体 戴霜去世的时候 我便将他的一魂一魄 封存起来 这样即便转世 戴霜的魂魄 仍在 与我的记忆就在 我害了人命 早已最无可输 在这最后的时刻 我只希望能与戴霜相守 田语员 记得你今日说过的话 这一辈子的戴霜就交给你了 祝你们幸福 说吧 蓝音湖紧紧抱着戴霜 二人逐渐被流光包裹住 那是蓝音湖毕生地修为 他害了人命 以遭天道反噬 修为尽散 你本有大道前途 这又是何苦呢 楚软软轻叹道 当初爷爷救他时 曾说他日后 避回为情所困 即便知道结果 也断走不出这念缘 那时他不理解 问爷爷既然知道 是死路为何不躲 爷爷只回他一句 因为不想躲 爷爷常说 世间为情之一是最难躲 到如今 楚软软才有些许领会 从树洞出来后 韩灵明和卓士连忙走过去 软软 小轩 怎么样了 有没有受伤 楚软软和宁轩让开一条路 身后 是背着葛韩灵 气喘吁吁爬上来的田语员 葛韩灵 你该减肥了 田语员咬牙 将葛韩灵背上来 刚说完 田语员的耳朵 就被揪住了 田语员 你说什么 谁该减肥了 葛韩灵凉嗖嗖的声音传来 田语员连忙将他放下来 兴奋地道 你终于醒了 葛韩灵揪着田语员的耳朵 黑着脸道 别打岔 你刚说谁该减肥了 我 我 我该减肥了还不行吗 小姑奶奶 田语员连忙认怂 葛韩灵傲娇得冷哼一声 这还差不多 看着葛韩灵 恢复了活蹦乱跳的模样 楚软软也松了口气 行了 你们两个 要打尽骂靠回去再打 折腾这么久 累死我了 楚软软打了个哈欠 宁轩立即将他拉进怀里 回家好好休息 楚软软点点头 十分熟练地 将全身大半体重 交给宁轩 在知道蓝音湖和戴霜的事情后 着迟也没有去打扰他们 只是让树妖老头 把树洞封起来 以免有人误闯 紧张了这么久 楚软软一上车就放松下来 宁轩开着车 带着大黑一起回了家 等楚软软醒来的时候 已经躺在一个陌生的地方了 一股粥香从厨房飘出来 楚软软连忙爬起来 却见宁轩端着一碗粥走出来 软软 你醒了 宁轩笑道 哥 这是什么地方 楚软软疑惑道 我在公司附近买了个房子 现在回去太晚了 我怕吵到爸妈他们 所以就带你来这儿了 宁轩笑道 楚软软打量着周围 装修是宁轩喜欢的极简风格 但是放了许多他喜欢的 毛绒玩具和摆件装饰 极简中透着满满的温馨 可房子虽好 楚软软却只看见了一间卧室 哥 怎么只有一间卧室啊 楚软软疑惑道 宁轩微顿了一下 干咳一声道 本来就是 我自己住的地方 所以就把原先的客房拆了 楚软软又问道 那我今晚睡哪啊 你睡房间 我睡沙发 宁轩只能这样说 楚软软看着这张 仅有一米五的小型沙发 连他都睡不下 更别说宁轩了 快过来吃饭吧 宁轩有些心虚道 他看房子的时候 压根就没考虑过两居室 这一百多平的房子 硬生生被他造的 就剩一间房了 连大沙发都被他换成了很小的 宁轩知道 楚软软肯定舍不得 他睡这么点的小沙发 那么他的目的也就达到了 楚软软走到宁轩身边 看着他的眼睛认真的问道 哥 你是不是想和我一起睡 此话一出 宁轩猛地咳嗽起来 耳朵也疼得一下胀红了 软软 我不是 楚软软 你不想和我一起睡 宁轩下意识地脱口而出 想 说完之后 宁轩又后悔了 软软 你听我解释 我只是 我不会对你做什么的 看着宁轩手足无措的样子 楚软软扑斥一笑 哥 你慌什么 想和我一起睡就直说吗 你的体质治刚治阳 与我的基因体质 本就互相吸引 你想靠近我也是正常的 宁轩一愣 然后连忙话赶话道 呃 对 就是因为体质原因 在楚软软看不见的地方 宁轩猛地松了口气 幸好软软没把他想成坏人 喝完粥 楚软软休息了一会儿 就进浴室洗澡去了 因为在家里楚软软的东西 都被吴妈收拾整理好 放在柜子里 所以 楚软软进去时候 习惯性的什么也没带 直到洗完澡才发现 他没有浴巾 没有小裤裤 也没有睡衣 而他换下来的脏衣服 也早被他扔进了洗衣机里 楚软软环顾浴室 就只有宁轩的一条毛巾 没办法 楚软软只能用毛巾先裹住身体 然后把门打开 呼唤宁轩 哥 听到声音 宁轩立马放下书过去 怎么了 我没有衣服换 楚软软的声音从门后传来 宁轩侧着脸 嘴角逐渐上扬 我去给你拿我的衣服 很快 楚软软就接到了一件白色的衬衫 还有一件女士内裤 正好是他的尺码 哥哥这里 为什么会有女孩的内裤 难道他已经有女朋友了 想到这里 楚软软不知为何 心里有些闷得难受 过了好久后 楚软软才从浴室出来 宁轩的上衣 在楚软软身上 正好可以当短裙 修长的腿一览无余 见楚软软神色不对 宁轩有些疑惑 怎么了 楚软软闷闷地摇头 也不说话 宁轩走过去 拿起干毛巾 要给楚软软擦头发 却被楚软软躲开了 软软你怎么了 宁轩皱着没问道 楚软软低着头 将干毛巾拿过来 自己擦着 我自己来就好 宁软不解 怎么洗个澡 就成这样了 楚软软低着头 闷不作声地坐在沙发上 自己擦头发 宁软忙走过去 半蹲下来 看着楚软软道 之前不都是我给你擦头发的吗 怎么今天不愿意了 楚软软咬着下唇 憋了好久才到 哥哥有女朋友了 软软不能再缠着哥哥了 不然他会误会的 宁软一脸懵圈 我有女朋友了 我怎么不知道 如果没有女朋友 那你这里为什么会有女孩的内裤 楚软软咬着唇闷闷地道 宁轩扑斥一笑 这是给你买的 笨蛋 楚软软 啊 你给我买的 宁轩无奈地从楚软软手里 把毛巾拿过来给他擦头发 前两天陪妈一起逛街 妈给你买了好多内衣 结果下车的时候 东西太多就忘在我车上了 我就只能把他们全都拿回来了 这么说 哥你没有女朋友 楚软软略带着惊喜说道 当然没有了 宁软宁地笑道 没有就好 楚软软嘟闷着说道 软软不喜欢哥有女朋友 宁轩是叹性地问道 楚软软顿了一会儿 才低着头道 哥哥如果有了女朋友 就不能像现在这样疼我了 所以我不喜欢 刚说完 没等宁轩接话 楚软软又话锋一转道 但是如果你真的有了女朋友 那我也会祝福你们的 宁轩没好气地 将楚软软的脑袋 按到自己怀里 笨丫头 除了你 哥不会有其他女人的 楚软软靠在宁软怀里 听着她的心跳 脸颊的温度 微微升高 你不是会看向吗 不能看看我 未来的另一半是谁吗 宁轩说道 楚软软摇摇头 不知道为什么 我的眼睛看不出你的运势 每次我看你的时候 都会被一层迷雾挡上 什么都看不清 宁轩眸光微闪 心中暗想道 软软 就算你看不出来 我也知道 我的未来就是你 宁轩擦拭着楚软软的头发 指尖不小心碰到她 耳后的桃花胎记 一丝灼热的气息 从指尖传来 宁轩低头一看 那桃花胎记 似乎愈发的鲜艳了 这胎记在这儿 好像越长越大了 宁轩说道 楚软软摸了摩尔后的胎记 从没到 我也不知道 这胎记越长越像桃花 颜色也变深了许多 可能是因为你长大的原因吧 宁轩轻轻 抹扎着那块胎记 一抹红色的倩影 忽然从脑海中划过 妖华 宁轩呢喃出声 哥 你说什么 楚软软疑惑道 宁轩恍然回神 没什么 哥 我困了 楚软软打着哈欠说道 宁轩抛开脑中 繁杂的思绪 直接将楚软软打横 抱到了房间 睡吧 晚安 软软 宁轩柔声道 晚安 哥哥 楚软软迷迷呼呼地回应了一声 然后就睡下了 是夜 在宁轩的梦里 又出现了那个红色的身影 这次他看清楚了 是一个女人 站在一棵桃花树下 那儿很阴冷 像是地狱一样 周围都是冤魂厉鬼的惨叫 唯有桃花树下 让他觉得温暖 你是谁 宁轩慢慢靠近 想要看清女人的脸 女人却越来越远 宁轩的心里 仿佛失去了什么重要的东西 连忙去追 可他怎么努力都追不上 别走 别走 宁轩猛地弹坐起来 再看周围 是他的房间 旁边躺着楚软软 宁轩连忙将楚软软抱进怀里 仿佛抱紧了他的全世界 楚软软被吵醒了 哥 你怎么了 我刚做了个噩梦 宁轩颤声道 楚软软翻了个身抱住宁轩 手轻轻在他背上拍着 就像小时候宁轩哄他一样 梦都是反的 别怕 宁轩将头埋进处软软的紧窝处 沉重的呼吸 撒在楚软软的脖子上 楚软软半睡半醒间 在宁轩脸上蹭了蹭又睡下了 宁轩扶手在楚软软的脖子上 轻轻印下一吻 软软 你只能是我的 第二天早上 楚软软在宁轩怀里醒来 早啊 哥哥 楚软软笑道 宁轩微微勾唇 走 我点了外卖 快起床吧 等会儿我送你去学校 好 楚软软点点头 就从被窝里爬了出去 来到学校后 楚软软就直奔舞蹈事去 再过几天 一考就开始了 这种时候 他还是得陪着葛涵林的 一进舞蹈室 楚软软就看见葛涵林独自一人 在练习 小刀子 你的舞伴呢 楚软软问道 葛涵林无奈地叹了口气 别提了 乔秀远走了 我哪儿还有舞伴啊 原先孙方的舞伴呢 楚软软问道 那家伙心里承受能力不行 直接就不来了 而且 离异考也没几天了 要是舞伴之间没有默契 还不如自己上吗 葛涵林无奈道 楚软软 那你现在打算怎么办 自己一个人上吗 葛涵林怂怂间无奈道 一个人就一个人吧 反正我参加的是 蓝风大的舞蹈特招考试 考不过去 我就直接高考 反正我的文化成绩也不错 正说着 田语言的声音传来 有小爷在 你怎么可能考不过去 葛涵林看着田语言 那一身古风舞蹈服惊讶道 田语言 你怎么穿成这样 小爷决定了 要陪你一起一口 田语言笑道 你的腿能跳吗 葛涵林不禁怀疑道 刚学舞蹈的时候 葛涵林的舞伴就是田语言 别看两人平时斗嘴斗的厉害 其实默契十足 只是后来完成舞蹈动作的时候 一个事物导致田语言 为了救葛涵林 把腿摔伤了 从那以后 田语言就不能跳了 现在 已经过去了七八年 也不知道田语言的腿 有没有好拳 葛涵林拍了拍田语言的大腿道 你行吗 田语言昂手挺胸的 踢了踢腿笑道 小爷的腿背儿棒 当然行了 葛涵林还是叹了口气道 我们俩已经这么多年没合作了 别说默契了 只说 这舞你现在学也来不及啊 谁说我要献学 你以为我天天来看你跳舞 是白看的呀 说着 田语言就走到中间 一起犯 那气势就完全不一样了 认真跳舞的田语言 收起了玩世不恭的皮样 每一个动作都完成得十分流利 葛涵林都呆住了 这舞融合了古风 和现代多种舞蹈元素 可不是那么容易跳的 田语言竟然硬生生地看会了 其实葛涵林不知道 从他和乔修远 配合跳这支舞蹈开始 田语言便日日在无人处 跳着乔修远的部分 他也不知道 自己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 只知道 想着和葛涵林一起跳这支舞 就很开心 终于 田语言的表现 赢得了众人的掌声 这位同学 你跳得这么好 要不要考虑进舞蹈班 参加一考啊 老师连忙走上前问道 田语言看向葛涵林笑道 我不想参加一考 只想帮他完成考试而已 葛涵林的眼眶微红 这么多年过去了 田语言再次站到美光灯下 他心里的那个 姐仿佛也解开了 葛涵林走到田语言面前扬眉笑道 咱们这么多年朋友了 考验默契的时候 可千万别丢掉链子啊 放心吧 田语言拍着胸脯保证道 楚软软坐在一边 看着田语言和葛涵林默契的配合 不禁玩耳一笑 彼此相爱的两人默契 怎么可能没有 他们配合的远比葛涵林 和乔修远好得多 一舞结束 田语言气喘吁吁的 将胳膊搭在葛涵林的肩膀上道 咱能不能商量个事 葛涵林 什么事 田语言嘿嘿一笑 你能不能减减肥 小爷举着你太费劲了 田语言 你找打呀 葛涵林怒吼一声 然后又上演了一场猫追老鼠的大戏 很快 时间只在高考前几天 考试的时候 葛涵林的父母还有爷爷都来了 楚软软也带着四个哥哥来给他助阵 紧张地等待过后 考试结束了 葛涵林和田语言完美谢幕 赢得了评委的一致好评 看着葛涵林和田语言出来 楚软软等人连忙跑过去 闺女 过了吗 葛兴旺勾搂楼着被期待地问道 葛涵林和田语言相视一笑 两人齐齐点头 过了 众人悬着的心瞬间放下了 太好了 这次可多亏了语言 叔叔阿姨一定要好好请你吃个饭 葛兴旺夫妻拿着田语言谢道 田语言面对未来的岳父岳母 也难得规矩起来 叔叔 阿姨 不用客气 你帮了小桃子那么大忙 我们一定要谢你的 这样 就今晚 请你吃个便饭怎么样 葛兴旺连忙道 马兰如文言美好气地拍得下葛兴旺 要你请客做什么 咱们和孩子有代沟 就别下凑热闹了 葛兴旺反应过来连连点头道 对对 小桃子 那今晚你就请田语言 还有软软宁轩他们兄妹 一起去吃一顿 我们就不打扰你们了 谢谢爸 妈 爷爷 葛兴旺笑道 葛兴旺夫妇 一向是不爱掺和孩子的事情 也就没打扰 他们年轻人一起玩 叮嘱了几句 早点回家就离开了 临走前 老葛拉着葛兴旺 走到一边低声道 小桃子 爷爷可告诉你 田语言这小伙子不错 你得抓紧了 葛兴旺的脸蹭得一下红了 爷爷 什么就不错呀 嘿嘿 姑娘家脸皮包爷爷知道 你心里清楚就好 爷爷不掺和你们了 说完 老葛就颠颠地上了车 临走前 还给葛涵林 比了个加油的手势 葛涵林哭笑不得 这都哪跟哪啊 几天后 田语言结束了高考 旅游计划也是时候安排上了 出发的前一天 宁轩看着多出来的三个人 脸色黑沉 你们是都不要工作吗 宁宇 小四 你可不够意思 带妹妹出去旅游 都不告诉我们啊 宁峰 就是 家里的生意有人打脸 我们离开一段时间 不碍事 宁志 我只是个教授 请个假就好了 时间多得很 宁轩 他要是知道 哪个大嘴巴的 把他的计划泄露出去 一定撕了他 这时 韩里雪走了出来 小雨 小峰 小智 你们来得这么快啊 三婶 这不是怕耽误了飞机吗 宁宇笑道 宁轩满头黑线 妈 是你告诉他们 我们要去旅游的 韩里雪 对啊 他们这几年 忙着公司的事情 都没空出去玩 这次干脆一起去嘛 宁轩 他收回刚刚的话 很快 一行七人就出发了 他们此行的目的是 一座新开发的海岛 据说景色很不错 而且 还有许多游玩项目 飞机刚落地 宁轩订的司机 就等在了接机口 车开了半个小时 就到了码头 看着一望无际的大海 长途旅行的疲惫感 瞬间一扫而空 这还好漂亮啊 小刀子 我们去拍张照吧 好好好 楚软软兴奋地 带着葛寒林 站在海边合影 宁轩和田语员 分别拿着相机 任命地伺候着 这两个姑奶奶拍照 宁与三人也不甘落后 连忙掏出手机 软软 哎 看这边 听到声音 楚软软立即对着镜头 摆出一个pose 嘖嘖嘖 我们的软软身材就是好 大哥这么猜的摄影技术 都拍得这么漂亮 宁轰不由地感叹道 拍得怎么样 让我看看 楚软软连忙跑过去 当看到照片时 楚软软觉得 宁轰说的话没错 也就是他身材比例好 换做一般人 这种死亡角度 宁轩拉起楚软软的手 而田语员 则是拉起了葛涵林的手 身后跟着的宁与三兄的 看着前面成双成队的四人 忽然有种电灯炮的感觉 大哥 我怎么有种 我们压根就不应该来的感觉啊 宁峰说道 我也这么觉得 宁致附和着 宁与摇摇头 咱们出来是负责保护软软的 旅游是顺便 怎么能不该来呢 三人齐齐点头 总算一致认为 他们不是多余的了 很快 船靠岸了 此刻上面已经有了不少游客 但因为 这座海岛是刚开发的 紧接那一百名游客 所以还是很宽敞的 海岛上只有一家酒店 酒店里包含了 餐饮健身休闲娱乐的各种场所 丰富程度不亚于著名景点 宁轩订的是贵宾房 一进去就有专门的服务员 带着他们走 VIP通道 楚软软随便选了一间房 紧接着 宁轩就果断地 选择了楚软软旁边的这间 房间还是很大的 每个屋都像是一个小型公寓 楚软软十分满意地打开窗户 站在落地窗前瞭望大海 忽然 海平面上弥漫起一股淡淡的雾气 楚软软在定睛一看时 那雾气又消失不见了 楚软软以为是他眼花了就没注意 将自己的行李放好后 宁轩就带着楚软软去了楼下的餐厅 海岛上最容易看见的 就是泳装美女 也是最容易擦枪走火的地方 那些穿着性感泳衣的女人 一瞧见宁与她们 眼睛都亮了起来 宁家的基因很好 从宁老爷子开始 就是万人迷级别的 到了宁轩她们这代 也没有基因突变 模样还是各顶各的好 尤其是宁轩这种清冷俊美的长相 再加上孔无有力的身材 绝对是那些单身女性的梦中情人 哈喽 帅哥 要一起喝一杯吗 一个金发美女端着酒走到宁轩面前 聊起性感的长发 眼神充满了诱惑 宁轩神色未变 淡定地将楚软软拉进怀里 不用了 金发美女见此就知道宁轩的意思了 便将目光转向了宁轩三人 你们呢 我请客哦 三个人可以一起 宁与满头黑线 她不是没遇到过这种奔放的女人 但这么奔放的她 还是很少见到的 于是宁与果断地 搂住宁峰的肩膀道 不用了 金发美女眼睛一亮 继而又把目光转向宁致 宁致轻壳一声 继而默默地把自己的身体 藏到宁峰身后 金发美女瞬间了然地笑道 三个人的旅途 我就不参与了 OK 祝你们玩得愉快 说完 她就扭着腰 去寻找下一个目标了 楚软软看着宁与宁峰命志三人 有些想笑 但又觉得不大好 憋了好久 终于还是憋不住了 看着楚软软哈哈大笑 宁与三人皆是无奈 没想到在这里能遇到这种奇葩 话说你们也老大不小了 为什么到现在都没找女朋友 楚软软疑惑道 没想中好的呗 宁峰怂怂间笑道 楚软软又看向宁与 那大哥你呢 我瞧你的桃花运不错呀 怎么就没找到合适的呢 宁与如今都快三十了 之前倒是谈过几个女朋友 可都分手了 现在也是单身狗一枚 楚软软看过她的姻缘线 本该是一路顺畅的运势 可就是不知道 为什么到现在都没有结婚 宁与撇过头岔开话题道 你们都不饿吗 快点菜吧 宁与不想说 楚软软也就没问 若非必要便顺势而为 才是对普通人最好的帮助 小桃子和田语元呢 他们去哪了 楚软软看了一圈 都没见到这两人便问道 田语元这小子运船 在房间休息呢 小桃子在照顾他 等一下我们吃完 给他们送点过去吧 宁与说道 好吧 楚软软说道 此刻 田语元正晕乎乎地躺在床上呢 葛寒林看着他这样 也是无语了 好不容易出来一趟 你呀居然运船 姑奶奶 我都这样了 你就别数了我了 行不行 田语元虚弱地说道 行行行 我出去看看 有没有治运船的药 你在这儿等着呀 葛寒林给田语元盖好被子 便出去了 没过多久 田语元迷迷糊糊中 听见吱压一声 似乎是门开了 田语元以为是葛寒林回来了 眼睛都没针就到 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没有人回应他 田语元想要睁开眼 可脑子昏昏沉沉的 怎么都醒不过来 紧接着 他就感觉一只柔软冰凉的手 伸到了他的胸口上 一颗一颗地解他的扣子 手指划过肌肤 引起阵阵站立 哥 葛寒林 你在做什么 田语元皱着眉 呼吸愈发沉重了 做你想做的事啊 一个悠长的声音传来 田语元禁不住咽了口唾沫 紧接着 似乎有柔软的唇瓣贴在了他的脸上 田语元的火蹭的一下被点着了 葛寒林 别 不要 田语元紧皱着眉 他的潜意识告诉他 不可以这样做 可他仿佛控制不了自己的身体 那只手渐渐吞去了他的衣服 就在要碰到裤子的时候 门被推开了 葛寒林走了进来 见田语元满头大汗连忙走过去 你怎么了 怎么躺这么多汗 田语元这才醒神愣愣地看着葛寒林道 你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就刚刚啊 葛寒林说道 想起刚才发生的事 田语元连忙摸了摸自己的衣服 正好好的穿在身上呢 他猛然松了口气 有些心虚地不敢看葛寒林 他居然会做春梦 难不成是禁欲太久了 葛寒林摸了摸田语元的头 又湿了是自己的额头温度皱眉道 好像是有点烫 我给你买了药 还有海鲜粥 你吃点休息一会儿 不然明天连完的力气都没有 哦 谢 谢 田语元磕磕巴巴地说道 葛寒林文言不禁惊讶道 你居然会对我说谢谢 真是太阳打西边出来了啊 田语元低着头喝粥含糊道 偶尔客气一下不行啊 行 你慢慢吃 我去找软软他们了 葛寒林笑道 葛寒林走后 田语元看着自己全身湿答答的衬衫 颇为嫌弃地换下来扔到一边 然后进了浴室 他不知道的是 在他刚进去的瞬间 空调口的扇叶莫名其妙地动了一下 接着一只红色高跟鞋 从通风口掉出滚到了床底下 等田语元洗完澡的时候 天已经黑了 他此刻也没有那么难受了 看着外面沙滩上热闹的人群 田语元也忍不住跑了下去 楚软软他们正坐在沙滩上烧烤呢 就看见田语元屁颠颠地跑过来 拿起一只烤鱼就大块躲鱼起来 你运传好了 楚软软笑道 吃了要好多了 与拎着一盏啤酒走过来 楚软软眼珠子一转 立马顺来一瓶 小孩子家 喝什么酒 宁轩立马拦住了楚软软 哥 我已经是个大人了 不是小孩子 可以喝酒 楚软软不满地撅着嘴 我说不许就不许 你忘了小时候你偷喝了一口酒 足足醉了三天吗 宁轩强硬道 这是啤酒 不醉人的 我就尝尝它是什么味道好不好 楚软软可怜兮兮地 背着宁轩卖萌 宁轩的神情有些松动 显然是对楚软软的卖萌 没有抵抗力 但最终还是理智占了上风 不许喝 就是不许喝 宁轩把啤酒拿过来 扔给宁语 楚软软又把气球的目光 对准了宁语 大哥 在这种事情上 宁语自然不会惯着楚软软 当即就拒绝道 这次我们都站小四这边 软软乖 大哥去给你买饮料 好吧 楚软软无奈地点头 一边正喝着啤酒吃烤串的葛涵 递给楚软软一个得意的眼神 谁说哥哥多好来着 这种时候 还是没人管得比较自在 葛涵凛满足地喝了口啤酒 还冲着楚软软杂巴杂巴嘴 但是下一秒 他就见证了 什么叫乐极圣杯 田宇员一把将他手里的啤酒 夺下来道 都喝这么多了 不许喝了 葛涵凛怒瞪着田宇员 田宇员 把酒还给我 你凭什么不让我喝 就凭你追不上我 嘿嘿 田宇员露出一个见兮兮的笑容 气得葛涵丢了烤串就扑过去 田宇员 你个王八蛋 把酒还给我 葛涵凛一个纵身扑到田宇员背上 勒着他的脖子 田宇员一手护着葛涵凛 防止他掉下来 一手把酒瓶子举高 两人披得不易乐乎 你们两个先休战好不好 吃完蟹腿再战 楚软软笑道 听到这话 葛涵凛才姑且放过了田宇员 田宇员捂着被葛涵挠伤的脖子 呲牙咧嘴地走过来 姑奶奶 你下手也太狠了吧 都给你挠破了 葛涵凛斜着眼瞪着田宇员 谁让你抢我啤酒 宁宇坐在田宇员旁边 瞥了一眼他的后脖子 见那乌黑的伤口 不禁醋没道 小桃子 你下手真太重了 他脖子上都被你掐黑了 是吗 葛涵凛狐疑地看过去 他揍了田宇员这么多年 下手都是有分寸的 就算挠伤了 也就是一层皮的事 怎么会掐黑了呢 葛涵凛扯过田宇员的衣领子 看着那乌黑的手指印 然后对比了一下 自己的手指道 这不是我掐的啊 楚软软也看了过去 当那一抹乌黑映入眼帘时 楚软软顿时眉头一紧 都别碰他 众人都被吓得一愣 软软 怎么了 葛涵凛疑惑道 楚软软忙走过去 看着那青黑色的手指印 这伤 哪里是人能够造成的 分明是鬼啊 田宇员 你刚去了什么地方 楚软软连忙问道 除了房间就是这里 别的哪都没去啊 田宇员说道 软软 怎么了 宁软问道 楚软软皱眉严肃道 他这伤是被鬼掐的 你仔细想想 有没有发生什么不对劲的事 田宇员想了想 忽然脸色一白 难道是刚刚 刚刚怎么了 葛涵净张道 田宇员有些脸红地 避开葛涵凛的眼神 然后嘟呐地说道 刚我在房间休息的时候 感觉有人脱我衣服 我以为是葛涵凛 可当我醒来的时候 葛涵凛刚回来 我以为是我自己做梦了 就没当回事 葛涵凛的脸 也蹭得一下红了 笨蛋 我脱你衣服干嘛 你也不想想 我怎么知道 当时我根本动不了 田宇员嘟囔道 楚软软沉默了一会儿后 便凝聚起象器 抬手对准田宇员的脖子 重重一拍 田宇员疼得惊叫一声 但随即他就感觉 自己的脖子轻快了许多 好了 楚软软说道 软软 他真是被鬼伤的 葛涵凛急忙道 楚软软点点头严肃道 视之厉鬼 道横还不浅 这海岛是刚开发的 并没有听说有命案发生过 为什么会有厉鬼在这 宁轩醋眉道 有可能是海岛开发之前 就在这了 等会儿去他房间看看吧 楚软软说道 田宇员有些害怕的咽了口唾沫 软软 要不我们现在就去吧 万一那鬼跑了怎么办 不急 我还没吃饱呢 哪来的力气打鬼 楚软软淡定道 这种程度的厉鬼 对于现在的楚软软来说 并没有什么大的难度 他只是奇怪 为什么这女鬼会盯上田宇员 吃了两条烤鱼 三根帝王蟹腿 加半扇 烤乳猪后 楚软软总算是停嘴了 我吃饱了 楚软软打了个宝格 那我们快去抓鬼吧 田宇员连忙起身道 楚软软淡定地擦了擦手 然后和众人一起回到酒店 来到田宇员的房间门口 田宇员小心翼翼地推开门 一阵阴冷之气扑面而来 你们在外面等着吧 我自己进去就好 楚软软说道 我和你一起 宁轩连忙道 楚软软略想了想 就点点头 好 那我们也和你一起 宁与宁峰宁治三人 也连忙道 楚软软立即摇头 不行 哥是智杨体质 女鬼伤不了他 你们进去 万一被赴了身 可就麻烦了 对 宁大哥 我们就在外面等着吧 别给阮软添麻烦了 葛涵林劝道 好吧 那你们自己小心 宁与无奈道 楚软软和宁轩走进房间 里面果然阴气很重 楚软软定住心神 宁谋细看 热大的房间里 遍布阴气 尤其是床底 阴气更甚 那女鬼就躲在床底呢 楚软软故作不知情一样走过去 然后在床边站定 接着突然单手掀起床垫 一只红色的高跟鞋映入眼帘 但下一秒就消失了 紧接着 房间的灯发出滋啦滋啦的声响 闪烁的灯光 更加重了恐怖的气氛 随着灯光闪烁 楚软软看见一个穿着红裙 脚上踩着红色高跟鞋的女人 哒哒哒地向她走来 饶式淡定的宁轩 此刻也不禁头皮发麻 楚软软却只是微微皱紧了眉头 然后拉住宁轩的手 在女鬼靠近的瞬间 直接单手掐住女鬼的脖子 轻轻一扭 那头颅就断了 咕噜噜滚到了床底下 楚软软抿了抿唇 继而将女鬼破碎的身体扔掉 单手从怀里拿出一张符纸 天火 啄 楚软软催动符纸 一道金色火焰 从中喷出 直逼女鬼在床下的头颅 头颅被天火灼伤 发出一声撕心裂肺的惨叫 然后猛地从火中窜出来 扑向楚软软 楚软软直接抬手狠狠一拍 那女鬼的头 就像皮球一样砸到了地下 楚软软的力气使大了 女鬼被她砸得头云引花 只看那句不知道该怎么爬起来的身体 便知此刻她的不清醒 楚软软走过去 将女鬼的头踩在脚下狠狠撵着 说 为什么要害人 女鬼此刻也知道怕了 只能连忙求饶 大师饶命 大师饶命啊 我就是一个人待太久了 所以想找个男人消遣消遣 我要是知道 那个小弟弟是你的朋友 就是打死 我也不敢下手啊 看你这鬼灵得有二十多年了吧 怎么死的 楚软软眯着眼问道 女鬼斜着眼看着楚软软 踩在她脸上的脚铲笑道 大师 能不能先把她头我松开啊 楚软软淡定地收回脚 那女鬼连忙回到自己的身体上 女鬼收起来那副吓人的模样 看着倒也挺漂亮的 谢谢大师不杀真 女鬼铲笑道 回答我的问题 楚软软神情冷淡却又不失威严道 女鬼连连点头 是 是 我叫陈凡 二十五年前 我喝多了酒士族落海 尸体正好被冲到了这座海岛上 然后我就变成了鬼 在这待了二十五年 因为尸体在这儿 我根本没法离开 地府的阴兵也找不到我 渐渐地我就成了这样 楚软软不解的皱眉 你不是被人谋害的 怨气也不重 为什么会羞成厉鬼 陈凡也是一脸不解 我也不知道 反正我没害人 今天也是 瞧那个小弟弟 陈凡就一脸痴汗的笑容 楚软软无比嫌弃 没想到还是个色鬼 陈凡不满地嘟囔了一句 古人云 实色性也 就算我是鬼 也不能免俗 行了行了 我送你去地府吧 楚软软无语道 陈凡顿时兴奋起来 太好了 我终于可以投胎了 楚软软打开鬼门 陈凡连忙提着裙摆进去 临近门前 又像是想起了什么一样回头道 大师 你们要是没事 尽量早点回去吧 这座岛上 好像没那么安全 这话什么意思 楚软软疑惑道 嗯 就是一种感觉 这里似乎有个很可怕的东西 但具体 是什么我也不知道 陈凡说道 好 我知道了 那我先走了 拜拜 陈凡说完就钻进了鬼门 楚软软看向宁轩道 我们出去吧 嗯 宁轩点点头 女鬼一除 房间里的阴气也消失了 田语园当时松了口气 终于干净了 时间不早了 大家都回房间休息吧 宁语说道 好 众人都纷纷回了自己的房间 楚软软躺在床上 脑子里一直在想着 刚才陈凡说的话 陈凡一个毫无怨气的鬼魂 在这里居然修成了厉鬼 这里究竟有什么东西影响他 这个东西 是否就是陈凡说的 那个很可怕的东西呢 想了很久 楚软软也想不通 干脆就把他抛到脑后睡觉去了 当天晚上 紫叶刚到 酒店的走廊里 出现两个人 是个喝得醉醺醺的 肥头大耳的男人 他的身边 还有一个身材娇小的妙龄女子 刘总 您慢点 女子摇摇晃晃地 扶着男人回到房间里 男人虽然喝了不少酒 但手却没醉 一直在女子身上开油 女子欲据还迎 好不容易把男人扶进了房间 一进屋 男人就迫不及待地 将女子压到床上 女子一边说着 不要一边任由男人 对自己上下其手 男人身上的酒味 和汉扯勋的女子直恶心 他虽然可以付出身体 可以至少得让自己舒服点 刘总 我们先去洗洗嘛 女子撒着焦道 男人微微皱了皱眉 虽然不高兴 但还是一只女子了 好 你和我一起去 说吧 男人就一把搂住女子 将她拖进了浴室 此时 门外的走廊上 忽然传来滴答滴答的声音 仿佛是有水滴在地上 随着水声越来越清晰 正在睡梦中的楚软软被惊醒了 他感觉到了一股极强的阴气 这种程度的阴气 比起十年前那个黑袍鬼将 还要厉害 楚软软立马穿上衣服走出去 本该亮堂堂的走廊 此刻却是漆黑一片 即便楚软软有象气加持 也看不大清楚 那股阴气就在离他不远的地方 楚软软回到房间 带上自己所有的武器出了门 另一个房间 门半开扮演着 浴室里水声哗啦啦的 还伴随着女子咿咿呀呀的叫声传出来 忽然 门被推开了 湿答答的脚步声 被淹没在兴奋的声音里 正在云雨之中的男女 丝毫没有发现 直到浴室门也被推开 伴随着一声淒厉的尖叫 整个楼层都被惊动了 楚软软迅速跟着声音追到房间里 就看见一个光着身子的女人 缩在马桶后面色色发抖 而面前的浴缸里一片鲜红 男人光着身体 半边身子歪在水中 脖子被硬生生咬掉了一半 血肉模糊 脸上还留着临死前的惊恐 浴室的窗户开着 显然凶手从窗户逃走了 楚软软连忙拿了浴巾 给女子裹住身体 就在这时 走廊里也传来惊叫声 楚软软听出来 那是葛涵林的声音 于是连忙跑出去 整个楼层有不少人都被惊动了 等他们骂骂咧咧地走出房间时 就看见走廊上那一条醒悟的血红 还有镜头处的那个瞪圆了眼睛的人头 葛涵林被吓得缩在了角落里 楚软软赶到时 他连话都说不出来了 小桃子 小桃子 楚软软拍了拍葛涵林的脸 葛涵林脸色惨白 眼睛死死盯着 那个人头泪水挤满了眼眶 他想说什么 却因为害怕说不出来 好了好了 别看了 楚软软立马将他眼睛捂住 凝宇等人也走出了房间 在看见走廊上的惨状时 也被吓了一跳 随后连忙去看楚软软和葛涵林 田语言 你把小桃子拂回房间去 楚软软连忙到 好 田语言连忙将葛涵林带走 楚软软看了一圈 宁与宁 风宁志都在 唯独宁轩不见了 宁轩睡眠浅 按理说这么大的声音 他肯定醒了 楚软软心中一紧 然后连忙跑向宁轩的房间 哥 哥 你在里面吗 楚软软不停地拍门 里面却没有人音声 楚软软直接一脚把门踹开了 房间里空无一人 浴室里也没有 唯独从门口延伸至窗户上的血脚印 清晰可见 楚软软脸色一白 哥 楚软软使出了自己 从未有过的速度跑出酒店 顺着那血脚印一路追过去 血脚印延伸到海边就消失了 楚软软环顾四周 什么都没发现 哥 哥 你在哪 楚软软胶急地大喊着 哥 楚软软从未有过如此慌弯的时候 心里仿佛是被大石头压住一样 喘不过气来 哥 哥 楚软软一声又一声地大喊着 小丫头 别喊了 听到声音 楚软软连忙回头 就看见那个消失了十年的黑袍鬼 将出现在眼前 黑袍 是你抓走了哥哥对不对 把哥哥还给我 楚软软双目血红怒吼道 黑袍鬼将冷哼一声 继而抬手轻直海平面 楚软软连忙看过去 只见宁轩随着海浪被冲了上来 哥 楚软软立马跑过去 扶起宁轩 宁轩呛了水 连呼吸都没了 哥 你醒醒啊 楚软软哭得撕心裂肺 黑袍鬼将不知何时走了过去 他只是呛了水 给他度点气就好了 楚软软反应过来 连忙将宁轩的身体放平 扶手堵住了宁轩的唇绊 不停地度气 黑袍鬼将藏在面具底下的 嘴角轻轻勾起 不多时候 宁轩便猛地咳嗽起来 肺里的海水吐出去了 呼吸才恢复 软软 听到声音 楚软软立即抱住了 宁轩哭得不成样子 哥 你终于醒了 吓死我了 宁轩轻轻拍着楚软软的被安慰道 我这不是没事吗 黑袍鬼将不知道什么时候消失了 宁与他们纷纷赶到 软软 小四 你们没事吧 我们没事 楚软软连忙把宁轩扶起来 哥 刚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楚软软忙问道 宁轩猝眉道 我刚才遇到一个怪物 他抓着 我要往海里去 然后一个穿着黑袍的人救了我 穿着黑袍的人 是黑袍鬼将 楚软软大惊道 宁轩点点头 那怪物长着人身鱼尾 但他们面容丑陋 还长着獠牙 听到宁轩的描述 楚软软脑中浮现一种生物 骄人 可骄人性情温和 而且大多长相还是漂亮的 那这怪物究竟是什么 黑袍鬼将又为什么会在这里出现 还救了宁轩 楚软软满肚子的疑惑 我们先回酒店吧 宁轩说道 回到酒店后 楚软软就发现 酒店里好像安静了很多 白天的服务员 大堂经理 扫地阿姨都不见了 酒店的人呢 楚软软疑惑道 宁软软皱着眉摇摇头 不知道 我们出来的时候 他们就不见了 而且我们白天来的船 也被开走了 楚软软连忙拿出手机 果然一点信号都没有 一丝阴谋的味道蔓延开来 宁峰咽了口唾沫 我怎么觉得 是有人要故意 把我们困在这里啊 此话一出 众人纷纷看向他 宁致 其实我也这么觉得 沉默了片刻后 楚软软说道 把小桃子和田语言叫下来 我们今晚先在大厅将就一下 等天亮再想办法 好 我去叫他们 宁峰宁致上楼去了 没过多久 酒店里 剩余的人都跟着下来了 因为走廊里的那颗人头 谁都不敢在在房间里待走了 妈的 这酒店里的人呢 都死光了吗 一个大汉怒道 我想回家 我不要待在这里了 一个胆小的女孩 已经被吓哭了 这里是海岛 手机没信号 烦 也被开走了 还走个屁 大汉怒道 刚刚到底发生了什么 谁能告诉我 是谁杀了人 白天出现的金色美女 有些崩溃的问道 是怪物杀的 我亲眼看见的 金发美女 看向说话的女子 你在逗我吗 怪物 怎么可能有怪物 就是 就是怪物 我亲眼看见的 她长着鱼的尾巴 牙齿跟刀一样 一口就咬断了刘总的脖子 女子颤抖着描述着 试图让众人相信她 可大家 谁都没有见过那怪物 怎么可能相信 女子的话呢 楚软软没有参与争论 而是静静地理清思路 众人争吵了很久后 也都累了 纷纷携在了沙发上 黎天亮还有一个小时 楚软软眯着眼 透过大门 看向海平面 嗨 帅哥 我想上厕所 你能陪我去吗 那个金发美女 勾搭着一个 戴着眼镜的年轻男人 男人一看见金发美女 眼睛都直了 脸也红彤彤的 好好 那大汉 见此不禁催了 一口低声怒道 臭婊子 又勾搭上一个 大汉猛吸 一口烟吐出去 越想越气 然后直接摔了烟头 悄悄往金发美女 和年轻男人 离开的方向而去 厕所外面 年轻男人 老老实实地 站在门口等待着 金发美女的声音 从里面传来 小哥哥 我没带纸 你身上有吗 啊 有有 年轻男人 连忙从口袋掏出纸 正要拿进去 却忽然意识到 那是女厕所 便把纸放在了 洗手台上 那个 我把它放在台子上了 你自己拿一下吧 你放心 我背对着你呢 我不会看的 年轻男人 真的闭着眼睛 背对着门口 就在这时 那个大汉 大不留心地走了过来 一把推开了年轻男人 闯进了女厕所 老子还帮你擦 年轻男人 连忙去拉那个大汉 这里是女厕所 你不能进去 滚开 臭小子 毛还没长齐 就跟老子抢女人 回去再练几年吧 大汉一把 将年轻男人甩开 然后扯开厕所门 将金发美女拖出来 金发美女顿时大怒 关桥 说好了 就一碗的 你放开我 老子反悔了 那一千块钱都够买 三个你这样的女人了 才陪老子一碗怎么够 大汉 将金发美女压 在马桶上 金发美女 吓得尖叫起来 救命啊 救命啊 闭嘴 大汉一巴掌 扇到金发美女的脸上 然后用力撕开了她的裙子 年轻男人听到声音 连忙冲进去 可就在她要去拉大汗时 一滴不知名液体 落到了她的脸上 年轻男人愣住了 往脸上一抹 烟红的血在掌心被撵开 她猛然抬头 半具孩童尸体 从坏了的通风管道里掉出来 嘿嘿 哈哈 属于志同的笑声 在耳边响起 大汉也被吓到了 什么声音 她一转身 就看见年轻男人 指着头顶 嘴巴张得 能晒下一个鸡蛋 大汉胡一地抬起头 那腐烂的志同尸体 就这么掉了下来 直直地摔到她面前 头 四肢 身体四分五裂 腐烂的恶臭味 在厕所里散开 与此同时 大汉只觉得肩膀一沉 仿佛有什么东西 压到了她的肩膀上 她有一个五岁的女儿 每次她带着女儿 骑大马的时候 也是这样的感觉 年轻男人 惊恐的目光 从地上的腐尸 转向了大汉 大汉的脊背 顿时僵直了 冷汗一滴一滴地 顺着脸颊流下来 她试探性地 往肩膀上摸了摸 却什么都没摸到 继而眼睛慢慢上翻 猛然间 一个张血肉模糊的脸 倒着从她头顶 直逼她的面门 两只被挖了眼睛的血洞 就这么直勾勾地盯着她 嘴角勾起诡异的笑容 啊 大汉惊恐大汉 然后拼命地 往自己肩膀上挠 试图把眼睛看到的东西扔掉 可不论她怎么弄 眼前的恐怖都挥之不去 甚至连闭上眼睛都做不到 大汉的惨叫声 很快就吸引了大汉里 其他人的注意 等众人赶到时 只看见大汉一头撞向柱子 脑浆蹦裂开来 像浪花一样 只是没人觉得她漂亮 众人都被吓愣了 甚至有几个胆小的 直接晕倒了 楚软软却是目光紧随着那只 正趴在大汉身上 吸取她魂魄的小鬼 给我住手 楚软软摘下手上的富鬼网 念动咒语 一瞬间 今往曝散开来 将那只小鬼紧紧捆住 小鬼似乎是没想到 这东西能够困住她 吓得哇哇大哭起来 刺耳的鬼哭声 在整个大厅里回荡着 灯光也瞬间变得忽明忽暗 就在这时 一股更加强大的阴气传来 富鬼网竟硬生生 被扯出了一个口子 那股阴气觉得小鬼迅速离开 楚软软惊讶过后 便立即追了上去 宁轩也随即跟上 那股阴气来到酒店后面 就忽然消失不见了 软软 宁轩匆忙跑来 哥 给我一滴你的血 宁轩什么都没问 直接把手伸给楚软软 楚软软小心地逼出一滴血 随后将其点在招音符上 智阳开路 万鬼莫藏 楚软软立声一鹤 一道金光从浮纸上飞出 直指十米之外的地面 楚软软和宁轩连忙跑过去 在这地下 楚软软猝眉蹲下来 扒开一点沙子 竟真在底下发现了一块木板 有暗道 楚软软一惊 连忙和宁轩把木板掀开 底下果真有一暗道 楚软软和宁轩相视一眼 然后小心翼翼地走了下去 暗道不深 但阴气却比刚才的鬼魂发出的还要强大 也是这阴气之称 暗道才没有塌险 楚软软不禁担心 里面要真是只鬼王或者鬼皇 他还能活着出去吗 哥 要不 楚软软话还没说完就被宁轩打断了 别想让我一个人回去 楚软软抿了抿唇 无奈地道 我不知道里面到底有什么 我怕 宁轩拉住了楚软软的手认真道 别怕 有哥在呢 楚软软轻笑着点头 嗯 两人在网里走了一段路 就变成了平地 漆黑的洞中静的他们 只能听见自己的脚步声 忽然 前面仿佛有个什么东西出现 楚软软连忙抬起手电筒 那是一具棺材 这浓郁的阴气 正是从棺材里面传出来的 楚软软的脸有些苍白 这里面难道是被封印的鬼王 或是鬼皇 宁轩正要过去一探究竟 楚软软连忙拦住他 哥 别过去 我们回去 你不想看看 里面到底是什么东西 宁轩问道 楚软软点点头 我想 但我更想 我们两个都好好活着回去 这里面的东西 我们碰不了 宁轩 好 楚软软和宁轩正欲往回走 谁知那棺材板 突然一下飞了起来 方才的厉鬼出现在眼前 一大一小 大的身穿铠甲 小的只剩上半身了 明显是那大的招来的鬼奴隶 楚软软见此 连忙拉着宁轩后退 这大的已经是鬼王级别了 以他的实力 根本应付不了 哥 快走 两人还未逃离 一道强大的阴气 便拦住了他们的退路 楚软软立马拔出七星伏魔剑 冲了上去 鬼王一把抓住了剑尖 伴随着一阵滋拉的灼烧声 鬼王的手出现了一道血痕 惊扰无主者 死 鬼王纵身一跃 强悍的阴气化作 杀招直逼楚软软而去 宁轩瞳孔猛然一缩 身体比脑子反应还快 一个纵身扑了上去 那杀招直直地打在宁轩的后背上 楚软软连忙接住宁轩 哥 宁轩倒在楚软软的怀里 他以为自己不死定了 也起码会很痛很痛 谁知那阴气刚碰到他就消失了 他一点感觉都没有 哥 你怎么样 楚软软抱着宁轩 看着他昏迷不行 眼泪刷的一下落了下来 宁轩躺在楚软软怀里 忽然有点不想起来 这种机会可不多啊 楚软软看不出来 宁软没事 那鬼王却是眼尖的狠 这世界上 只有一个人会对他的攻击免疫 看来他已经等到了 他要等的那个人了 忽然 黑袍鬼匠出现在楚软软面前 看着倒在温柔相装死的宁轩 似乎有些无奈 喂 你要是再装死这丫头的眼泪 就要把这里淹了 闻言 楚软软抬起满是泪痕的脸 看着黑袍鬼匠 你什么意思 字面上的意思 黑袍鬼匠勾唇笑道 楚软软低头看着宁轩 忽然觉得有点不对劲 宁轩的呼吸明明平稳得很 而且一点外伤都没有 哥 楚软软叫了一声 宁轩见自己装不下去了 只能睁开眼 看着楚软软笑道 我没事 没事 你真的没事 楚软软连忙打量着宁轩 发现他真的一点伤都没有 你没事 刚怎么不说话啊 吓死我了 楚软软又哭又笑地 打着宁轩的胸口 我就是愣了一下而已 谁知道你就哭成这样 宁轩可不敢说自己是故意的 不然这小妮子得把他吃了 那鬼王看向黑袍鬼匠 两只鬼对了个眼神后 果断地消失了 楚软软冷静下来后 才发现洞里面就剩他和宁轩了 咦 那鬼王还有黑袍鬼匠吗 宁轩半开玩笑似的道 可能是被我吓跑了吧 为什么鬼王的攻击 对你没有作用呢 爷爷没告诉我 治养体质连鬼王都能防住啊 楚软软一脸的 想要探究宁轩身体的表情 宁轩低头轻壳一声 这小妮子的眼神 让他有点招架不住啊 我们先看看这棺材里 到底是什么东西吧 楚软软这才反应过来 刚才那鬼王 明显就是在守护棺材里的 东西的架势 现在又突然跑了 难不成是要把东西留给他们吗 两人走过去 棺材里空空如也 连具尸体都没有 奇怪 什么都没有啊 楚软软疑惑道 可能是被他们带走了吧 宁轩说道 软软 小四 你们在哪 宁与他们的声音传来 哥 大哥他们来了 我们先出去吧 楚软软说道 好 宁轩又回头看了一眼那棺材 在他转身的瞬间 棺材里飞出一缕紫色的烟 悄然飘进了宁轩的身体中 宁轩猛然一顿 再次转身看着那棺材 哥 怎么了 楚软软问道 宁软狐一的醋眉 难道刚刚是他感觉错了 没什么 快上去吧 在宁轩和楚软软离开后 黑袍鬼将和鬼王再次现身了 等了这么久 他总算出现了 鬼王叹道 黑袍鬼将却是冷笑一声 没有我撮合 他还不知道什么时候 能来到这儿呢 一想到为了让宁轩来这里 他费尽心思 在宁轩挑选旅景点时 在他的电脑界面 添上了这个海岛的信息 还特意加了行字 心动的海岛 就要带心肩上的人来 快带上你的那个他来吧 黑袍鬼将表示 他生前死后 最大的心机 都用在这个上面了 很快 楚软软的身上 就多了一块牌子 非正常 案件调查组顾问 楚软软 葛寒林拿着楚软软的证件 仔细端向着 嘖嘖嘖